大陸官方在HGN9疫情爆發後 中央首都向境外媒體召開記者會 不過中國大陸國家衛生核生育計畫委員會直到昨晚 在官網公告這場記者會的時間地點 著名歡迎中外記者參會 以至於不少駐北京的境外記者並不知道這項訊息 最近反共黑客攻陷了中共的幾個地方 在網頁上聲稱對共匪立案起訴宣判死刑 4月5日晚浙江杭州中級法院網站被反共黑客攻陷 網頁上被寫上以法院名義宣判 中共因犯有屠殺人民罪等罪惡滔天民憤極大 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並蓋上反共黑客的紅色印章 國際投資大亨索羅斯昨天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 除了出口成長率下降和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挑戰 中國經濟當前最需處理的問題 是先前為刺激投資所造成的銀行信貸問題 微博用戶滿口牙披露 據其他港媒同行披露 除香港東方日報外 香港的信報、經濟日報都令記者撤離華東區採訪 微博同時附上香港東方日報內部通知的手機截圖 可以看到裡頭的文字寫著 由於公司私底下掌握到實際情況 華東H7N9疫情嚴重告急 及時停止華東及中東所有採訪 如曾到過內地要上報並注意自己體溫 如發燒藥及時請假切勿上班 新唐亞太電視總理報導 新唐亞太電視總理報導